美版知乎上有人问 如果作为一个欧洲人 你必须选择搬到中国或美国 你会选择哪个 为什么 一位叫做大卫巴里的欧洲网友 回答到100%中国 从2000年到2016年 我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他和平 文明 友好 人民聪明 宜人等等 城市现代而便利 妇女和儿童晚上走在街上是安全的 古建筑很美 乡村很美 我可以写一个庞大的清单 但是我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美国 暴力 犯罪猖獗 贫穷 没有医疗保健 无家可归 而且我确实发现许多美国人 是幼稚的 自私的和自恋的 另一方面 中国人一般都很有善和文明 我宁愿在中国过100万次 也不愿在美国过一秒钟 一位叫做梅林格马克的瑞典网友 回答道 我来自瑞典 在美国得到了一份工作 但在台湾待了16年后 我搬到了中国大陆8年 当然 美国的薪水会更高 但我不太喜欢美国的生活 你需要开车去任何地方 步行距离也没有 公共交通真的很糟糕 中国的医疗保健又好又便宜 美国简直是世界上最差的 在中国的中国人 可能不是很聪明 但是问任何人 一些关于世界的基本问题 大多数人都会得到正确的答案 在美国也是如此 我只是不喜欢愚蠢无知的人 中国超级安全 从来没有听说过杀戮 强奸 谋杀 而美国 中国有伟大的文化 而美国 嗯 完全不同 一名居住在美国的黑人网友 回答道 作为一个欧洲黑人 我不能去中国 中国人毫不掩饰 他们对黑人的蔑视 当我在2015年访问中国时 那是我经历过我一生中 最激烈的种族主义的地方 所以我搬到了美国 是的 美国有它的缺点 但至少作为一个黑人 我可以比在中国更和平的生活 一位叫做凯德·埃利斯的欧洲网友 回答道 我会选择住在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一个充满和平人民的国家 聪明的人 美味的食物 更好的教育体系 更好的医疗保健 很少的种族主义 更少的无家可归者 每天没有大规模枪击事件 关于人类祸性的书籍 没有被学校或图书馆禁止 女性不必担心法西斯宗教白痴 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 美国是一个 每天都有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国家 普遍的无家可归者 自恋的人 令人作呕的食物 会给你带来高血压 糖尿病和其他健康问题 昂贵的医疗费用 以及令人讨厌的 法西斯宗教白痴 他们一直在规定 女人应该怎么对待她的身体 并在学校 禁止有关人类和性行为的书籍 我更喜欢生活在文明国家 而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 一名叫做阿里巴尔塔的 土耳其网友回答道 我不是欧洲人 但让我以土耳其人的身份回答 中国 美国正在逐渐失去 其超级大国的能力 未来在中国 跟着未来走才是最好的 一位叫做布雷迪米尔顿的 澳大利亚网友回答道 我不是欧洲人 但确实生活在一个 前欧洲国家澳大利亚 所以我想我是合格的 我曾在新西兰 欧洲 美国和中国广泛旅行 毫无疑问 哪个是最适合居住的国家 那就是澳大利亚 但如果我想搬到美国或中国 那么美国绝对是一个他妈的大计 中国是地球上最幸福 最发达的国家 街上的每个人 似乎都对自己的国家 政府和生活方式 感到非常满意 几乎没有犯罪 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自由旅行 你想购买的任何东西都不缺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无论您被告知什么 都无法进行比较 计划一个只有翻译和司机的假期 你不会想离开 我向你保证 一位叫做乔治林洛苏伊的 新西兰网友回答道 如果我是你 我会选择移居中国 原因如下一 去中国 你会学到一门新的语言和新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5000年的文明 有着许多西方人不知道的丰富文化 如果你选择搬到美国 你会熟悉许多习俗和文化 二 与枪支犯罪创历史新高的美国相比 中国是一个更安全的国家 在中国 你可以在凌晨走在街上 没有人会打扰你 三 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 而美国的增长正在放缓 如果您学习汉语普通话 并掌握欧洲英语 那么对于许多 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欧洲公司来说 您将成为宝贵的人才 一位叫做汉斯普罗布斯厅的 澳大利亚网友回答道 我是欧洲人 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 我的选择是中国 因为与美国相比 更好的医疗保健 没有严重分裂的政治 合理的枪支法 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基础设施 更好的食物 没有种族主义 没有基督法西斯主义 看吧 欧洲人都在向往中国 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 还在选择移民国外 对于以上网友的回答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看法